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这个肯定他迟早都会来 而肖战和他的粉丝现在所做的一切公益就是最无声的控告 他的正能量影响了他的粉丝 肖战之前做的公益事件我们大家可能应该都有所耳目 从R7事件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在这半年里面有四个月他是与我们没有任何联系的四个月 我们不知道在这四个月里边他扛下了多少的伤痛 反正到最后他是把最美好的东西呈现给了我们 这次肖战的粉丝们又以肖战的名义做了一项特别值得称赞的公益 而这个呢就是肖战超话译 肖战的名义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捐去了一间名字叫做肖战音乐的教室 因此还发了一张证书 不说不知道这给肖战贴了多少的光 毕竟呢正能量的偶像啊他的粉丝也不会差的 虽然之前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他的粉丝做出来的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肯定这就是他粉丝做的呀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称得上粉丝这个名号的 肖战还是站起来了 他没有倒下 因为陈情令这部剧的热播 他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当然有很多人呢是从他一康开始出道的时候就认识他的 一直陪他走到了现在 所以这次肖战经历的这些网络暴力的时候 粉丝们也都很心痛 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东西 嘴长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总不能够说把他们的嘴缝起来吧 我们能够做的仅仅只是说 不信谣言 不传谣言 谣言指于智者 这句话说的没有错 小编也希望很多的小伙伴们也都是智者 而不是说像那些无脑的黑子一般 而肖战之前的专辑《光点》也拿下了许多的奖项 一首正能量代表的歌曲 他也因此获得了无数人的支持和喜爱 而演唱这首歌的歌手肖战 更是因此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肯定 但是那些议论的声音还是存在 相信正能量 支持正能量 而这次的荣誉证书 更是给了肖战一个新的希望 让他觉得还是有人支持 有喜爱的 肖战的粉丝们也都很给力 他们把自己的爱豆送去了一个 又一个光荣的榜一的位置 比起他刚出道的那几年的演的一些影视剧吧 小编觉得 陈行丽将会是他最大进步的代表作 所以也请大家尽情期待他的表现 慢慢的 肖战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当代年轻人所知道的艺人偶像了 就连我们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们也熟知这个名字 甚至知道他演唱了那些爱国的 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甚至觉得这可能才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吧 能够被那些上了年纪们的长辈去喜欢和知道 也是他最大的荣幸了 现在就算是有那些不明不白 黑肖战贬低肖战的人出现 大家也不会那么轻易的相信他们了 他的那些实力 还有他做的那些很值得我们称赞的事情 都被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在了眼里 谁会随随便便的三言两语 就能够改变我们对他的看法呢 肖战还会继续长大 也希望大家能够陪着他一起长大 他扛下了那些难以言语的伤透和那些阻碍 小编相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明天的太阳会比今天的更亮 而肖战也会比现在的肖战更加优秀 不久前肖战代言的开小灶 在东方卫视上映了 大家欢呼声一片 从广告的播出效果来看 不仅为东方卫视带来了收视率 更是为开小灶的这个产品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没多久 开小灶的代言已经不仅限于电视了 就在杭州西湖 肖战代言的开小灶 就已经完成了线下投评 这对于肖战来说 无疑就是说对他的一个商业能力的最大肯定了 一个产业所追求的东西 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 如何去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产业的核心问题 明星效应作为最易得的方式之一 许多商家都会选择为自己的产品 寻求一些流量艺人 来带动我们的产品销量 肖战作为顶级流量 自然就是各大商家争相合作的对象了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 拥有到大批粉丝的明星 他们一举一动 自然就是粉丝追随的对象了 利用好明星自身的价值 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获得更大的利益 是人尽其才的表现 肖战虽然被黑得很惨 但是实力依旧不减 他的商业价值并没有因此变得一文不值 肖战代言的产品 涉及面十分广泛 衣食用型 基本各方面都会有策略 而且从代言后的效果来看 产品销量的增长幅度 显而易见 开小灶作为素食产品大家族的一员 想脱颖而出 不仅需要令人信服的产品质量 更需要的是有能够让大家过目不忘的本事 能够让大家再想起素食产品之时 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就是开小灶 肖战为开小灶代言 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效果 从网友对当初播出的广告反响来看 肖战确确实实完美地告诉了大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明星效应 开小灶商家选择了与肖战合作 不仅是对肖战能力的认可 更是对肖战黑粉的有利的打击 肖战从出道以来的所有努力 大家都看待了眼里 肖战从出道以来的所有努力 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他一步一个脚印 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是十字名归 网络上黑粉的恶意攻击 不仅没有削弱肖战的影响力 反而使那些理解热爱肖战的人 更加的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生活中的肖战 一直都在用实力证明着自己 虽然新剧还未上映 但是就现在的讨论度来看 大家对于新剧的期待程度十分高涨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肖战的演技 并不是说谣言当中的毫无可看之处 人总是要敢于突破自己 学习设计专业的肖战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步入到了演艺圈 这一下他才发现了 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 于是他开始追求自己的理想 在演艺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 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肖战用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来弥足自己的演技的缺陷 试想一下 如果说这是你的话 那么你会选择在大学毕业之后 重新开启一项 全新的零基础的事业吗 肖战粉丝6小时捐款90多万支援灾区 律师赶赴家乡抗洪 7月11号晚 肖战粉丝公益站参与了某 持缘水灾灾区的公益项目 6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粉丝和广大爱情网友 一起共筹集了善款100万 其中粉丝公益站截止到目前 直接捐款的额度是超过了94万 让爱传递持缘同胞 洪水无情 人间有爱 詹区人民的安危也时刻的牵动着网友的心 肖战粉丝踊跃捐献爱心 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詹区人民的支持 关注网络信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就在前不久 肖战和粉丝才刚刚又遭遇了一场无端网爆 随着陈小晨自导自演的真相浮出水面 大家才惊觉 肖战和粉丝再次背锅了 可以热搜才刚刚退去 没上海之后还没来得及等来道歉 但是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肖战的粉丝们又选择了释放自己的善意 去纷纷慷慨解囊 这才是偶像积极引导的作用吧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捐款项目当中 也看到了肖战和粉丝的抵制者的名字 他们捐款的数目虽然不多 但是爱心无价 每个人都有着喜欢和讨厌另外一个人的权利 通过爱心慈善battle 比在网络上面乌烟瘴气的搞群体对立理智太多了 几个月以来 肖战一直都处于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 也承受着最大的恶意 甚至连倡导爱心捐款的话语 也遭到了恶意解读 但是他始终心向光明 引导着粉丝助力公益传递温暖 这次陈小晨自导自演的《栽赃陷海》当中 不管是代理律师还是工作室 都没有给出更多的眼神 而是选择了一切交给法律 7月11号 易律师发文表示 其律所已经定点为抗洪抢险的人员和灾民捐款10万元 他自己本人也即将出发去江西 参加家乡的抗洪抢险 和网上那些只知道诋毁他人的键盘下相比 高下利剑 长期以来 肖战和粉丝致力于工艺的脚步从未停歇 肖战更是身体力行 在疫情初期物资紧缺的时候 四处去寻找送到医院 在设计工艺T恤的时候 还细心的选择了处在武汉的厂家 在于县工业活动的时候 亲自去了解当地的特产和各种的需求 疫情期间捐款60多万 只是因为这个命名捐款 却被黑粉们造谣成了是炸捐 像极了剧中的卫武线 抛了单 但是还要承受质疑和诋毁 然而行胜于言 爱有回想付出的爱心 终究会被大家看到和感受的 即使在网络世界 除了谩骂诋毁攻击别人之外 可以做的事情其实也还有很多 因为我们在二次元的世界里 也能够保持到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被恶意裹挟 永保成澈初心 我们生而为爱 向爱而行 肖战这个名字 在我们的大众生活里面 其实已经是传了个遍了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从陈情令 才开始一夜爆红的 但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 了解事情的人都知道 肖战从16年开始就踏入到娱乐圈 一个简简单单的综艺节目 就把他送出了道 后来他开始出演一些影视剧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够出名 但是直到后来陈情令 让他被很多人知道 这并不代表他是一夜爆红的 没有什么是可以一下子就得来的成功 还不是他多年日日夜夜的心情付出 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呢 后来他又凭借着他高超的演技和颜值 在这个圈子里面走上了顶端 虽然很多人都支持他 但是总有一些少部分的人 对他是不给予肯定的 小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对一个路人甲 这么大肆宣扬的伤害 加油 坚持住 很多家长其实都说 2020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不论是肖战的事情 还是其他的事情 很多都觉得 其实今年都挺不好过的 可是肖战的光点这首歌 被推上了好几个大榜 看来就这件事情算得上是对肖战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 肖战是一个正能量的偶像 我们也是知道的 做出的那些公益 捐出去的那些钱财 都成了他爱心最好的体现 这也让肖战重新的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肯定 支持他也为他送去了一份鼓励 这对于目前身处逆境的优质偶像来说 是一件非常温暖人心的祝福 我们不能够让做了那么多公益 充满善良和爱心的正能量艺人感到心寒 因为社会需要这种优质偶像 所以他说出了我们大众想要说出的话 我们也应该去为他的努力 去送出一份支持 毕竟他也做了那么多的公益的事情 真的很令人折服 有几个艺人明星是可以像他这样的 那么那么的无私奉献呢 他的粉丝也学着他正能量的表现 也做出了很多以他的名义的公益的事情 所以这么一个充满着正能量的偶像 说实在的是可以带动他的粉丝的 而且他粉丝的数量那么的庞大 如果说全世界都向他学习的话 那小编觉得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更加的光明和美好起来 在这里小编也希望肖战能够不那么的受那么多的打击 希望黑子们能够真正的放过他 没有一个艺人的经历是谈得上容易的 所以请放过肖战 他现在已经是很多人的光和信仰了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诋毁别人的信仰 毕竟信仰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随意就可以污蔑的 肖战很努力这些我们都应该看在眼里 他也会继续的勇敢的走下去 如果我们不喜欢也请不要诋毁他 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来之不易的 就让我们为肖战送去一句加油的祝福吧 肖战作为正能量偶像 一直都在用行动号召着大家投身公益事业 这样温暖而又明朗的少年 又怎么会让人忍心去伤害呢 这次小编实名去羡慕 人间天堂正能量肖战也强势回归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